让光照亮你的心扉 陪伴一起走过情绪低谷 灵命日良事工制作 主题三 从恐惧到信心 第十一篇 互相扶持 圣经经文 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六节 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菲定 和以色列人征战 摩西对约书亚说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 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 站在山顶上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 和亚玛利人征战 摩西、亚伦与护尔都上了山顶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捶手 亚玛利人就得胜 但摩西的手发沉 他们就搬石头来 放在他以下 他就坐在上面 亚伦与护尔扶着他的手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他的手就稳住 直到日落的时候 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 和他的百姓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 从天下全然涂抹了 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 又念给约书亚听 摩西筑了一座坛 起名叫 耶和华尼西 又说 耶和华已经起了事 比世世代代 和亚玛利人征战 小学五年级的艾雅 紧张地走到台前 他班上的三十位同学 与他们的父母 正看着他 等他发表结业感言 当校长将麦克风调整到 适合艾雅身高的位置时 他却忽然转过身去 背对着麦克风与观众 群众低声地说起了鼓励的话 亲爱的 加油 你行的 但艾雅仍然不敢转过身来 于是 一名同学走到台前 站在她的身旁 校长也站在艾雅的另一边 最后 他们三人一起朗读 艾雅的演讲稿 这真是相互扶持的美好例证 在以色列百姓与亚玛利人的征战中 摩西极其需要帮助与支持 因为摩西何时举手 连同手中上帝的杖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垂手 亚玛利人就得胜 亚伦与护尔看见这样的情况 就站在摩西身旁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扶住摩西发尘的手 有了他们的帮助 到日落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便取得胜利 我们需要彼此扶持 如同上帝家中的弟兄姐妹 在一同奔跑天路的信仰旅程中 我们也有很多机会能彼此鼓励 上帝就在你我当中 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 能互相扶持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每天都鼓励我 也请让我知道 我应当去勉励谁 从恐惧到信心的小秘诀 诚实地面对自己恐惧的情绪 并向你所信任的人 坦承自己的软弱 请他们为你祷告 也鼓励你和面对 同样问题的弟兄姐妹交流 彼此带导 互相扶持 愿上帝帮助我们 坦然面对自己的情绪 藉由与他亲密同行 成为情绪的好管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